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师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倍师 一倍师谈润保湿水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亭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本栏目由只做好中药健康天下人 玉芝林特约赞助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打开手机摇一摇 摇微信 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颜品龙颜老师 欢迎颜老师的到来 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家训的 高级副总裁屈卫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挺长时间了 大学毕业他就想创业 做他的老板梦 但是我觉得根本就不靠谱 可是他不听 我只是觉得当时机会挺好的呀 就开始创业 没想到要太多 觉得能赚到钱就好了 他就是异想天开 而且那段时间开始创业以后 就永远敢爆棚 对我不管不顾的 当时做的确实有些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次创业我准备好了 因为有一次失败的经验了 我肯定不会支持他了 我就想他安安心心找份工作 两个人好好在一起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宇24岁来自海南 女嘉宾小王24岁同样来自海南 是一名职员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海南来的是吗 是 都是海南人 对 为什么来呀 因为吧 他之前有一次创业 然后不仅失败了 而且他永远敢还爆棚 然后对我的关心也渐渐减少了 他这一次再提出要创业 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了 我就觉得他不是这一块料 我就希望他能好好找份工作 安稳稳地走下去就好了 上次创业失败了 是吧 对 失败了再来一杯 为什么反对呢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他对我的关心也不够了 说说上次创业是干嘛 怎么就关心不够了 好吗 他上次吧 就是在喝酒 然后认识一个酒肉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就跟他说 想开一个小店 还差六万块的启动资金 他什么也不问 也不去了解 然后合同也不签就口同协议 屁点屁点地去找父母 借了六万块钱 然后就去投资了 也不去了解怎么运营的 结果就赔了吧 被骗了 我觉得他真就不是这块料 我就觉得吧 你还是好好的找份工作 好好的做下去就挺好的 这个店开了多长时间 开了有半年 半年啊 对 这半年里面他仍有变化吗 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不太伤心了 本来两个人吧 家住挺近的 以前下个班 两个人都会一起吃个饭 然后看个电影 日子还过得挺开心的 结果创了业之后 每天就是跟朋友胡刺海喝的 每次就打电话问他 他就说在谈事情 跟朋友在一起有事 然后不能跟我一起吃饭了 就有一次生日吧 提前一个星期告诉他 他答应好了 结果临时变卦 然后还甩给我一张信用卡 让我随便刷 我当时气死了 你赚钱了吗 每个月那五千块钱 也不过就是说 你的本金 然后别人分月打给你而已 现在还没打完呢 你都赔了 你都赔了三万块了 你还很有底气 然后优越感爆棚 你知道吧 就跟我说 给你一张信用卡 你喜欢什么你就买吧 我那时我都气炸了 那时候 那他干嘛呢 他不去 我那时候在吃饭 跟朋友吃饭 你的店在三亚 你人在海口 你也不去 看下你的店怎么样了 然后每天就胡吃海喝的 你不就是个水吧的小老板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哪来的优越感 过生日那次 我不是第二天 我不是说要带你去 给你补过吗 你每年都有生日 我们这辈子这么长 年年都有生日 那我不是也给你过了吗 那你对我有真的关心吗 你觉得我想要的是 你这些物质上的吗 我觉得你 你都没有打心 你关心我 有一次吧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生病了 我去掉水 我给他打个电话 希望他来陪我 然后我三瓶点滴 我都掉完了 他人还没到 然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结果他说 他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他来不了了 那我就确实那时候 我真的之前 我接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在喝酒了 然后我一挂掉你电话 朋友叫我喝喝喝酒 一下我就忘了 喝酒比你女朋友重要吗 后面你打电话给我了 我觉得你都已经好了 没事 你可以先回去吧 这是不是都是他 在当了水吧的老板之后 干的事 对 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吧 对我还挺伤心的 我那个肠胃不好 经常会急性肠胃炎 那样的 然后他半夜还会陪我 去打针 然后一宿也是没睡 然后帮我在看的那个掉皮 我就觉得他 那之后吧 就变了 就整个人都像变了似的 所以你跟我提出 你还要再次创业 我是坚决都不会同意的 听明白了 点在这儿呢 但我这次创业 我已经想清楚了 上次是在三亚嘛 我确实我自己也有错 我什么都没有管 那这次我觉得 找的是在海口的 我们就住在海口 所以也近 我可以经常去看 经常去管 所以我觉得这次 一定可以说成功 上次赔了多少啊 年本的话 有差不多9万块钱左右吧 赔了9万啊 那女朋友过生日还摔信用卡呢 价子够大的哈 就是包括信用卡这些 包括信用卡 因为我们投资 不是才投资了6万吗 住了半年 然后中间每个月 有给我打5000过来 但是那钱我都拿来直接花掉了 然后也没有存下来 然后最后到时候来 提醒你的时候你有听过吗 你说我目光短浅 说我井底之蛙 我提醒你啊 你说你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 让我不要干扰你 我说的话你都当什么了 我真的不敢再想 你再去创业会对我怎样 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 你成功了 你身边的人还是我吗 你失败了的话 我还要帮你再填窟窿 什么叫你帮他填窟窿 因为他之前那个信用卡 有一部分的钱 是我帮他还的 然后他欠父母的也还没有还 那你有为我想过吗 怎么没有为你想过了 我要是没有为你想过 你要说跟我分手 我直接不管你不就得了 那KTV那次你怎么解释 就有一次吧 就突然变天 然后下雨了 我怕他早凉 他在KTV跟朋友唱歌 我就给他打个车 给他送衣服过去 结果他出来了 对我特别不耐烦 边说还边推了我一把 我就倒在地上了你知道吧 然后他也没有伸手拉我起来 然后还说了一句 我特别气氛的话 他说像他现在这么好的男人 少了难找了 所以他的女的 现在可以到地球一圈 我排队都插不上 喝多了吧 这时那天是喝多了 我的心比地板还凉 我第二天不是跟你打电话道歉 我酒醒了 你也知道我那时候喝酒 比较有点上脑了 我等我醒一醒过来 我第二天 我马上就不是给你打电话 给你道歉了吗 这也是在他所谓的创业期间干的 对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心 那他倒闭了有多久啊 差不多也是有半年 倒闭之后这半年对你怎么样啊 就还好 就不像之前那样自信心就爆棚那种 就这半年对你又好了 所以这姑娘一听二次创业 吓都吓死了你知道吧 我都不敢想他在创业会怎样 他那话你看说的特别失败了吧 我给你填窟窿 成功了吧 你身边的还是不是我我就不知道了 肯定是你 这段时间我也在家 然后他不是也叫我找工作吗 我找了 但是因为我在学校也没好好学习 然后人家也不要 而且我那个学历不是特别高 你不是本科学历吗 对 本科学历但是也没有好好学 然后不是后面他就每次都给我找什么兼职 那些兼职都是什么 不是什么酒店 去要搞什么宴会了 扫个服务员 超市 搞什么促销活动 又让我去当促销员 每天都让我去干这些事情我也去干了 我都每次浪费这些时间在干这些工 不是 你为什么让他给你找 你自己不找呢 因为我不想干这些兼职 我想自己去创业 他说他自己去找 找分长期的什么的 他说人家不要他 我就说那好吧 那你去干短期的吧 就给他找一些兼职 但是找这些兼职的目的 我是想绰绰他的锐气 你总不可能每天躺在家里 睁着眼闭着眼 一张口就要当老板要创业 天上掉馅饼也不会掉这儿 13亿人全国抢的 你是掉馅饼 掉馅饼也得有准备的人才能捡得到 不是 我倒觉得这个姑娘不在于 她要不要这个馅饼 而是她怕这个馅饼 掉下来之后 吃馅饼的人不是她了 不会的 肯定是她 我挺在乎她的 那你怎么解释你在那半年 做小老板的过程当中 对她的态度呢 可能说实话 因为我当时觉得 年轻我第一次赚钱嘛 第一次自己 你赚钱了吗 第一次 你投了六万块钱进去 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 自己拿了钱回来 见回头钱了 但是可能也是有点 心里面有点膨胀了 那你这次创业的钱 从哪来 我问过朋友了 朋友说可以借给我 借多少钱啊 也是七八万左右 女生你是担心她创业失败呢 还是担心她创业之后不要你了 其实我也不要她多有钱 我也不缺她那什么信用卡 什么储蓄卡 这些我们都可以靠自己 我就希望我们能像在大选期间 我们好好的 我觉得我们那样就够了 你创业了 你那自信心 你那优越感 你都 整个人我都好像都不是你的女朋友了 我觉得有我跟没我都没有区别了 你知道吗 听明白了 我要的只是你好好爱我 我不要你的大富大贵 这对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两个问题我想说 第一点 我是要说给女孩听的 她是一个很容易被影响 被诱惑的人 在大学里面 没有更多复杂的 来自于外界的各种因素干扰 所以你觉得挺好的 但是到了社会上 她创业了 她好歹也是个小老板 她觉得哇 这个感觉太好了 太爽了 她会被这种东西所诱惑 你说你喝醉了酒 说那番胡话 什么好女人排着队呢 什么都追你呢 真的你要有那么优秀的那一天 她会在什么位置 我真的担心 还有一点 你说创业 你连去找一份工作去应聘 都会被人家老板pass掉 说你不行 你连一个基本的员工都没有资格去做 你能做一个老板吗 以你现在的能力 你再去创业 保不齐又赔了 所以我觉得男孩的心很不稳定 他被更多外界的那些 他认为是真相的 实际上对他来说是假象和泡沫的东西所吸引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颗稳定的心 就请不要伤害这样一个朴实的 接地气的 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孩 我非常不看好 既不看好你的二次创业 也不看好你们之间的感情 先说你的创业 我听得很奇怪 你第一次创业 每一次打电话都是在吃 都是在喝 都是在玩 你创业的动作在哪 你付诸的努力在哪 投六万块钱呀 爸妈给了 这简直不是投入而是挥霍 你不珍惜自己的爱人 不珍惜自己亲人的对你的付出 再说二次创业 你二次创业的基础 不是发现了一个机会 不是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 经过自己的锻炼 吸取第一次创业的经验教训 然后发现了商机去努力 你不是 你是什么 去应聘 长期工作 应聘不到 你是走投无路 这能创业成功吗 还要管朋友借钱创业 那我请问 赔了钱怎么办 谁去还 还是女朋友 还是自己父母去还 是吗 你的责任感再难 所以脚踏实地的 踏踏实实的 不要好高骛远 不要做梦 天上掉一下饼 兴许那不是线饼 是一个千球啊 所以先踏实实找一份工作 先挣到你的生活费 再说感情 你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就想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 我们这个门是谁 是她吗 是排了队 让地球一圈的那些女人 她排不上号的 你创业的目的不纯 你要的是这种虚荣心 你能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都不是为这个感情在做 我给你建议就是离开她 她成功与否 与你无关 别坑爹坑妈坑女朋友了 好不好 更何况你也没创业 你只是把六万块钱 扔进去了而已 你并没有从事真正的经验 打工也没有经验 你凭什么说你能创业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是成功了之后 为父不仁 你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 无论是过生日 扔一张卡给她也好 又或者是人家病了以后 你不去关照别人也好 等等等等 都说明她等不到成功的那一天 我以前说有两种人是 在感情生活当中 值得令人敬佩 一种是跟着男人 过苦日子的女人 一种是日子过好了之后 跟着原配过好日子的男人 你显然不是这一种 姑娘 这样的人其实不值得你付出 你担心的非常正确 即便有线边掉下来 也跟你无关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找的 一个真正值得你付出的人 好吧 就这样 对女生来说挺痛苦的 因为她面临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抉择 对男生来说或多或少 心里可能是有委屈的 但是事是你实实在在做出来 女生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 如果你愿意继续跟她这样走下去 你去走 因为那是你的生活 男生 不管她留下来还是离开 希望你都能遵守 生活本来的原则 不要做那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来 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六十年 我承认我之前做错很多事 在第一次创业当中 对你造成很多的伤害 其实这一次我还是想创业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 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而且我会每天陪着你 而且我要把酒借了 我不会再去喝酒 我哪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第一次的时候 你说的也很好听呀 那我人总会犯错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真的我会对你好的 我不可能说我一次犯一次错 你就一直棍子打死我 我觉得我还是离不开你 我还是很在乎你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吧 你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你根本 就抵不住忧惑 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 求你啊 我觉得还需要考虑一下 就这个概念啊 你其实一直就没创过业 第一次你就要投资 或者叫入股 拿六万块钱 你没管 对吧 第二次我看你这也不叫什么创业 而且是问朋友借钱 如果你真爱他 你就踏踏实实地跟他过日子吧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请关门 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心里面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希望他们能够理性做选择吧 来 请开门 要保湿 伊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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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彩节目马上回来 请开门 哇 女人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还请你 相信我一次 不不 人家没说同意你创业啊 你是创业还是要他 我 我就想要你 还创业吧 不创了 我跟你踏踏实实过 差不多了 站中间来吧 女生是奔这个出来的吧 她刚才说她会赶 我觉得 我还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你给她机会是给什么机会 是相信她能对你好是吧 对 听明白了吧 不是说创业的事 这事回去再商量去吧 有请小花童吧 有请 来 拉着妹妹的手走 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保时节专享套 在伊贝诗保时节期间加一元多一套 本栏目礼品由天天喝天天美的玉芝林济石燕窝提供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属于这一队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谢谢你还原谅我 我真的我会好好对你 我以后会好好听你的话 我不会再出去乱喝酒 我会在家好好陪着你 来 请亮灯 礼物送给你们 好好对对姑娘好吗 多好的女生 亲爱的她走吧 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一位